优酷全明星 本周继续走进花花世界 我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没有想拿冠军 当时我本来以为我会被淘汰 拿不到就算了 又不能换成肉质 花少年那是他们找我的 其实我没有走掉 会把你某一个人物的特点放大 那我觉得放大的话也没关系 因为我就是在吃和在睡 看看教堂拍拍照片 对着摄像机喊一声花儿与少年 这不是旅游 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 第一首歌我都唱不了 如果你让我睡饱了 你让我唱五十首都可以 哪天都在睡觉 我有这种忘词 我听到的贝斯是旁音的 而感觉那个线掉了 那我一唱完之后 把那个裙子脱掉了 更多精彩 近在本周优酷全明星